他想自由 老死我都不会给你等别 天涯海角 碧若黄雀 我都不会给你入身之处 纪云河当初在万花谷 抢吻常义之后 常义就已经认定 纪云河是这一辈子唯一的妻子 交人一生之中 只会将真心交给一个人 但断崖一世 常义认定纪云河背叛了自己 只想要一个解释时 纪云河无法违背自己的良心 当初确实是对不起常义 纪云河的一生之中 小时候被林苍蓝囚禁 爱上长义之后 甘愿赶走自己的爱人 独自一人被顺德先机求助 甚至被百般折磨 都毫无怨言 而在生命的最后 还要被常义囚禁在小木屋 这一世纪云河没有任何自由 最后要求常义放自己自由 却被常义无情的质问 但凡你给伏个软我都会原谅你 其实不是纪云河不解释 而自己没有多少时间 不愿意耽误常义 伤了常义的心 其实纪云河会更痛 两人的恋情实在是太远了 很经典一幕 常义为了防止纪云河逃走 强行咬耳朵意上教人印记 还霸戏一句 天涯挨脚都不会给你温身之处 纪云河都拥住 对此最后能双速中七码 欢迎留言评论 感谢观看